诗经 国风 正风 千长 诗经 国风 正风 千长 导言诗意 春秋时代诸侯相争 正国位处多国之间 必须策略外交才能持隐宝泰 郑庄公在世时候 宠爱三个儿子 以至于每一位都像是未来的国君 史记正世家第十二 君多内宠 太子吴大元将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 长子忽曾经有机会与齐国联姻 借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然而却以其大非偶为由 而错失良机 郑庄公过世之后 全臣祭仲助立太子乎 视为郑昭公 同父异母的弟弟图 竟然起义争夺王位 图的母家宋国 威胁济众改立图为国君 在政权来回移转之际 百姓万般无奈 开探没有关怀 郑国百姓的大国来 匡政乱象 而让郑国内政 饱受他国与全臣的操控 本诗重章叠句两章 诗人以狂童 指称身为数子 而与兄长征国的图 百姓面对家国祸乱 甚至愿意聊起下场 渡过真水为水 向大国亲事人人求援 万般无奈的心境 充满自立行间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春秋时代各国综横外交 副诗研制尝试重要关键 吕氏春秋 《慎行论求人》 既在晋国计划攻打郑国之际 孰相前往郑国 探视是否有能人 当时作为宰相的资产 引用本诗 子会私我 千长设为 子不我私 岂无他事 暗示晋国 应该为郑国百姓思量 否则自有其他大国 可以帮助郑国 孰相因此会议 而反国回报 郑有人 子产在焉 不可公也 秦经尽 其实有一心 不可公也 晋人于是放下 攻打郑国的念头 子曰 诗云 无尽为人 资产一称 而郑国免 资产的机制 转为为安 正是外交史上的佳话 其余观点 带您赏息 若蒙您爱护 为我们思量 我就掀起下庄 舍过真水 拜见您 若您不为我们思量 难道我们不能 求告他人吗 岂认狂童 如此张狂啊 若蒙您爱护 为我们思量 我就掀起下庄 舍过围水 拜见您 若您不为我们思量 难道我们不能 求告其他轻事吗 岂认狂童 如此张狂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